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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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大德提倡持戒恋佛 而且日本净土宗者唯恋佛 无需持戒 请问您怎么看 往生的正因只有一个 练佛 不要夹带 夹带直接练佛 或者是禅经练佛 或者是教理练佛 定会练佛 菩提练佛什么练佛 如果夹带的话附带条件的话 阿弥陀佛要平等救助什么众生 那就得了吗 还有这里有一个误区 认为我们强调练佛 那就不要持戒 那就不要禅定 就不要深入经账 怎么会做这样的解释呢 那要不要吃饭 要不要穿衣服啊 对不对 因为没有冲突嘛 念佛 是救往生来讲的 那持戒 每一个人的这个本分来讲的 譬如说再加重 他如果受五戒菩萨戒 他就要去守这个戒 那出加重 有比丘戒 比丘尼戒 随个人的本分 而且学佛的人本身都有一种向善 向善 向善 向静 去恶行善 而且修真养性 同时要净化社会 要服务人群 要发菩提心 要劝劲行善 这个跟往生是两码事 念佛是救往生来讲的 那么其他这一些 是救我们本分来讲的 所以不是说 哎呀强调唯一念佛 就不要去持戒了 甚至排斥持戒 甚至去破戒 不是这样的 而且念佛之人 体会佛的慈悲 就有佛的爱心 阿弥陀佛如何爱我们 我们也如何爱人 阿弥陀佛如何为我们 我们也如何为人 而且我们之所以求生极乐世界 难道我们是去逃避吗 或者是去享乐吗 都不是的 是为了更好的能够救度众生 所以到极乐世界去 有一句话说 不怕不会说法度众生 只怕不成佛 成佛就自然会说法度众生 那不怕不成佛 只怕不往生 往生就会成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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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